皮埃尔像认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所有人一样 也认识阿道夫贝格上校 一天早晨 这位上校身穿干干净净的新制服 头发抹了油 并脚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一样 前来找他 我刚去过伯爵夫人您的夫人那里 很不幸 我的请求未能被接受 我希望在您这儿 伯爵 我能变得幸运些 贝格微笑着说 您有什么事上校 我愿为您效劳 现在伯爵 我已在新的住宅里完全安顿好了 贝格说 显然他知道这件事 不会使人听起来感到不高兴 因此 我想为我和我夫人的熟人们 举行一个小小的晚会 我想要请伯爵夫人和您 光临寒舍喝杯茶和吃晚饭 只有叶莲娜瓦西里耶夫那伯爵夫人 才会认为与贝格之类的人交往有失身份 从而毫不留情地不接受邀请 贝格对皮埃尔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说明为什么他想要邀请几个有身份的人到家里聚一聚 为什么这会使他感到高兴 为什么他舍不得花钱在玩牌和不好的事情上 但是为了好友聚会 他不惜破费等等 皮埃尔听了觉得不好拒绝便答应参加 伯爵 恕我斗胆提醒您 请您不要迟到 请您差十分钟八点来 我们凑一局 我们的将军也要来 他对我很好 我们吃顿晚饭 伯爵 那我就等您赏光了 皮埃尔平常经常迟到 这一天却一改就习 不是差十分八点 而是差一刻八点就到了贝格家 贝格夫妇已准备好了晚会所需的东西 已在等候客人到来了 贝格和他的妻子坐在清洁明亮的新书房里 书房里摆着半身塑像 墙上挂着画 家具是新的 贝格穿着新制服 把扣子全都扣上 坐在妻子身边 对他解释道 任何时候都可以 而且应当结交比自己高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结交的乐趣 能够学点什么 可以请人帮忙 你瞧 我是从最低的级别干起的 我的同事们现在还什么也不是 而我已在等待补团长的空缺了 并且荣幸地成为您的丈夫 我是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一切的呢 主要的是因为善于选择结交的人 当然还应当品德端正和办事认真 贝格笑了笑 意识到自己要比软弱的女人强 不说话了 心里想到 他的这个可爱的妻子 毕竟是个软弱的女人 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男人的长处 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男子和大丈夫 与此同时 威拉也笑了笑 意识到自己比丈夫强 因为她虽然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好丈夫 但是在威拉看来 仍然像所有男人一样 对生活有错误的理解 贝格根据自己的妻子 推想所有的女人都是软弱和愚蠢的 而威拉则根据自己的丈夫 一个人做出判断 并把这看法推广运用到所有人身上 认为所有男人都以为只有自己聪明 但是实际上什么也不懂 一个个都骄傲而自私 贝格站起身来拥抱了妻子 动作很小心 怕弄皱她花了好多钱 买来的像花边的披肩 又朝她嘴唇的中央吻了吻 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不能很快就有孩子 她顺着自己的思路脱口而出 对 威拉回答道 我完全不想生孩子 应当多和别人交往 这披肩 同尤苏波娃公爵夫人身上的一模一样 贝格指着披肩 带着幸福和善的微笑说 这时仆人报告 别组霍夫伯爵来了 夫妻俩带着得意的微笑 彼此对看了一眼 每人都认为 她的来访 给自己增添了光彩 这就叫做善于结交人 贝格想到 这就叫做善于为人处事 不过有一点请记住 当我陪客人时 威拉说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因为我知道怎样对待每个人 知道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应当说什么 贝格也笑了笑 不能这样 有时同男人在一起 应当谈男人们的事 皮埃尔被请进了新客厅 在那里要坐下来 就非得破坏 对称清洁和秩序不可 因此可以理解和毫不奇怪 为什么贝格为了贵宾 开头大度地提出 可以破坏圈椅或沙发的对称 可是看来 她在这方面 处于一种过分的犹豫不决之中 最后让客人自己决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皮埃尔随手拉过一把椅子 一下子把对称破坏了 贝格和威拉抢着说话 招待着客人 晚会就这样开始了 威拉心里想 应当陪皮埃尔说说 法国大使馆的事 于是马上就这个话题谈了起来 贝格则认为应当谈男人的事 便打断妻子的话 谈起与奥地利打仗的事 不知不觉地从一般的谈话 跳到谈自己个人的考虑上 说了有人要她参加 出征奥地利的部队的事 以及她没有接受 这个建议的原因 虽然谈话很不连贯 而且威拉因谈话中增加了男人的成分而生气 但是夫妻俩高兴地感觉到 尽管只有一位客人 晚会的开场很不错 这晚会同任何别的晚会一模一样 同样有谈话 有茶水招待 点着蜡烛 过了一会儿 贝格的老同事鲍里斯来了 他带着某种优越感 并以保护人的姿态 对待贝格和威拉 在鲍里斯后面来到的是一位女士和上校 接着是将军本人 然后是罗斯托弗一家人 这时晚会已无疑 与所有晚会完全一样了 贝格和威拉看见客人们陆续进客厅 听见不连贯的说话声 衣衫的摩擦声和点头招呼声 抑制不住欢乐的微笑 像别的人家的所有晚会一样 样样齐备 而将军特别像一回事 他夸奖了新居 拍了拍贝格的肩膀 用长者的独断专行的口气 吩咐摆好波士顿牌桌 将军在伊里亚安德烈一旗伯爵身旁坐下 他认为伯爵是客人中 地位仅次于自己的人 老人们和老人们在一起 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 女主人坐在茶桌旁 放在桌子上的银盘里的点心 也和帕宁家晚会上摆的点心相同 总之一切完全和别人那里一样 皮埃尔作为贵宾之一 应该坐下来和伊里亚安德烈一旗 将军和上校一起打波士顿牌 皮埃尔坐在牌桌旁 脸正好对着纳塔莎 看见他从参加那次晚会以来发生的奇怪变化 感到很惊奇 纳塔莎变得沉默寡言 不仅不像晚会上那样漂亮 而且如果他没有那种温和的 以及对一切都很冷漠的神情 那么简直就很难看了 他怎么了 皮埃尔朝他看了一眼 心里想 他坐在茶桌旁姐姐的身边 很不乐意地回答着鲍里斯的问话 眼睛没有看他 皮埃尔打出相同花色的一组牌 吃掉了五张牌 使搭档感到很高兴 他在收被他吃掉的牌时 听见问候声和进房间的脚步声 又朝他看了一眼 这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他心里更加惊奇地说 安德雷公爵带着 关心和温柔体贴的表情 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着什么 姑娘抬起头 脸红了 看来竭力想遏制住急促的呼吸声 两眼望着他 纳塔莎内心的一种 先前熄灭了的火焰 又在他身上明亮地燃烧起来 纳塔莎整个地变了样 难看的纳塔莎 又变得像在舞会上那样漂亮了 安德雷公爵走到皮埃尔跟前 皮埃尔在自己的朋友的脸上 看到了一种新的 变得年轻了的表情 在玩牌时 皮埃尔几次改变做的姿势 时而背朝纳塔莎 时而脸冲着他 在打六圈牌的整个时间内 观察着纳塔莎和自己的朋友 他们之间正在发生 十分重要的事情 皮埃尔想 一种又欣喜又痛苦的感情 使他心情非常激动 几乎忘记了打牌 打完六圈牌以后 将军说了句 这样没法再打了 站了起来 于是皮埃尔获得了自由 纳塔莎在一边 正在同索尼亚和鲍里斯说话 威拉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 在同安德雷公爵说着什么 皮埃尔走到他的朋友跟前 问他们谈的是不是秘密 随即在他们身旁坐下 威拉注意到了 安德雷公爵对纳塔莎很关心 便认为在晚会上 在真正的晚会上 需要对爱情做微妙的暗示 便趁安德雷公爵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和他谈起一般感情问题 和自己的妹妹来 他需要跟这样聪明的客人 施展自己的外交手腕 皮埃尔走到他们跟前时 他发现威拉谈得正起劲 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而安德雷公爵好像有些发窘 您怎样认为 威拉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问 公爵 您目光敏锐 一下子就能把人看清楚 您对纳塔莎是怎么看的 她对爱情能始终不渝吗 她能像别的女人一样 一旦爱上了一个人就永远忠实于她吗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您的看法如何公爵 我对您的妹妹了解的太少 安德雷公爵带着讥讽的微笑回答道 她想用这微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无法解答这样微妙的问题 我发现女人越不招人喜欢 她就越是忠贞不渝 她加了一句 看了看这时走到她跟前的皮埃尔 对 这是真的 公爵 在我们时代 威拉接着说 在我们时代 姑娘太自由了 因此 有人献殷勤而产生的乐趣 常常压倒了她的真正的感情 应当承认 纳塔莎在这方面是很容易感情冲动的 话题回到了纳塔莎身上 这使得安德雷公爵很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 她想要站起来 但是威拉带着更文雅的微笑继续说着 我想谁也没有像她那样有那么多现殷勤的人 威拉说 但是直到最近她从来还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人 您知道 伯爵 她对皮埃尔说 就连我们可爱的表亲鲍里斯也不例外 而她 这只在我们之间说说 已经完全置身于爱情国之中 她说 她指的是当时流行的爱情国地图 安德雷公爵皱起了眉头没有说话 您不是和鲍里斯很要好吗 威拉问她 是的 我认识她 她大概对您说过 她童年时爱过纳塔莎的事吧 童年时爱过 安德雷公爵突然出乎意外地张红了脸 问道 是的 您知道 在表兄妹之间的这种近亲关系经常会变成爱情 表亲是一种危险的关系 不是这样吗 哦 那是毫无疑问的 安德雷公爵说 突然一呼寻常地活跃起来 开始和皮埃尔开玩笑 说她对莫斯科的五十岁的表姐们应该小心 说了一半站起身来 挽住皮埃尔的胳膊 把她带到一边 怎么了 皮埃尔说 惊奇地看着活跃的反常的朋友 注意到了她站起来时投向纳塔莎的目光 我需要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 安德雷公爵说 你知道 我们的女手套 我 不 以后我再跟你说 安德雷公爵没有把话说完 眼睛里闪着奇怪的亮光 忐忑不安地走到纳塔莎那里 在她身旁坐下 皮埃尔看到 安德雷公爵问了她什么 纳塔莎顿时脸上泛起红韵 回答了她的话 但是 这时贝格走到皮埃尔跟前 一定要她去参加将军与上校之间 关于西班牙战事的争论 贝格感到又满意又舒畅 她脸上一直挂着快乐的微笑 晚会很成功 完全像她见过的其他晚会一样 一切都很相像 女生们的敲声细语 玩牌 牌桌上抬高嗓门说话的将军 茶饮 点心 全都相同 不过缺少她在别的晚会上见过的 和她想要模仿的东西 缺少的是男人们之间的大声交谈 以及关于某个重要的和深奥的问题的争论 将军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贝格就拉皮埃尔去参加 第二天 安德烈公爵到罗斯托夫家去吃饭 因为伊里亚安德烈一旗邀请他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 家里的人都感觉到安德烈公爵是为谁而来的 而他也不加掩饰 整天都设法和纳塔莎在一起 纳塔莎既有些惊慌 又感到幸福和兴奋 不仅是他 而且全家人都因预感到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当安德烈公爵和纳塔莎说话时 伯爵夫人用忧愁的和认真的严肃目光看着他 一见他回头看他时 怯生生地假装要和他谈点毫无意义的小事 索尼亚在和他俩在一起时 既怕离开纳塔莎又怕妨碍他们 而纳塔莎在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 因害怕发生期待的事而脸色发白 安德烈公爵的怯懦使他感到吃惊 他觉得他对他有话要说 但是又下不了说出来的决心 晚上安德烈公爵走后 伯爵夫人走到纳塔莎面前 低声地问道 怎么样 妈妈 看在上帝的份上 您现在什么也不要问我 这没法说 纳塔莎说道 但是尽管如此 这天晚上 纳塔莎时而兴奋 时而恐惧 瞪着两只大眼睛 在母亲的床上躺了很久 他一会儿对母亲讲他如何夸奖自己 一会儿又讲他说过要到国外去 一会儿讲他问今年夏天他们家将在什么地方度过 一会儿又讲他打听鲍里斯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事 这样的事 我从来没有过 纳塔莎说 不过我在他面前觉得害怕 在他面前总是觉得害怕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是真正的感情 是吗 妈妈 您睡着了 不 我的宝贝 我自己也觉得可怕 母亲回答道 去睡吧 反正我也睡不着 睡觉多没有意思 好妈妈 好妈妈 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过 他说 他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感情 感到又惊奇又害怕 我们能想得到吗 纳塔莎觉得 他早在奥特拉德诺耶 第一次见到安德勒公爵时 就爱上了他 现在 这个他早在那时就看中了的人 正是这个人 又与他见面了 而且看来对他有好感 这种奇怪的突如其来的幸福 似乎使他很吃惊 真想不到 我们在彼得堡时 他有意到这里来 真想不到 我们会在舞会上相遇 这是命里注定的 很清楚 这是命里注定的 这一切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 我就感觉到 有某种特殊的地方 他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诗 你给我念念 母亲若有所思地说 他问起安德勒公爵在纳塔莎的纪念册里写的诗 妈妈 她是一个丧妻的人 嫁她 是不是很丢人 别说了 纳塔莎 向上帝祷告吧 婚姻是由天定的 亲爱的 好妈妈 我多么爱您 我多么高兴啊 纳塔莎喊道 她流出了幸福和激动的眼泪 拥抱着母亲 就在这个时候 安德勒公爵坐在皮埃尔那里 对皮埃尔说 他爱纳塔莎 以拿定主意 要娶纳塔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